台灣的交通亂上被許多國家形容是行人地獄 如今又有台南在地粉專放送的照片 這是位在台南市的新美街 路寬大約是9公尺 但是一半被化身為汽車的單行道 另一半是機慢車的專用道 完全沒有行人專用道 而這個地點其實平常行人最多 也因此被申說 這就是台南的交通規劃 行人走在台南的新美街上 只能左閃右躲 因為只有9公尺寬的道路上 一側是汽車單行道 另一側是機慢車專用道 根本沒有留地方給行人走路 就有臉書粉專將照片PO網 雖然說新美街在化社機慢車專用道後 行人完全無路可走引發話題 事實上寬9公尺 長170公尺的街道 因為可以通往赤坎樓國華街 假日人潮眾多 原本規劃整條都是單行道 但有店家反應 這樣根本無法做生意 交通局是在去年7月化設機慢車專用道 除了汽車維持單向 機慢車則是可從專用道雙向行駛 但是9公尺寬的街道得塞兩個車道 又加上兩側店家擺攤 停放汽機車以及盆栽路障才會導致行人無處可走 因為在這條新美街的它的一個道路寬度 它並不是很寬 那如果就是說我們在這邊再畫設一條它的一個行能 標線型的一個行能到的部分的話 那這樣的話其實在通行空間會更加受制 所以說我們這邊其實還是要去看地方的需求是怎麼樣 交通局表示會在依照地方需求做滾動式的檢討修正 也有網友根據數據統計 去年1到11月台南市每10萬人死傷數2896人高於其他縣市 桌下交通地域第18層第一名 陸窄遊客多的府城該如何洗刷行人地域的罪名 成了相關單位重要課題 記者楊烏華台南報導 記者楊烏華台南報導